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112年6月6號星期二的晚上 那今天下午下班之後呢 順路到我們的伊甸園主園區去走走 還有到我們的新園區走走 那總共採集了幾樣水果回來 那趁剛好吃完晚餐 那我們來開個果 那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伊甸園主園區的玉盒包 那玉盒包目前樹上所剩無幾 因為剛剛過去的時候 很多的金龜子和荔枝村巷 我在採的時候呢 不小心也被荔枝村巷噴到嘴角 那當下非常的痛 所以呢真的荔枝村巷太可惡了 那我們的玉盒包今年生的不多 但是品質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吃 大家看它好像還有綠色的部分還很多 其實這樣子已經非常好吃了 很好吃 待會我們再開果給各位看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原子裡面的白飾冰淇淋果 今年白飾很不錯喔 那果實也蠻大的 有大大小小都有 那因為好久沒有過去了 很多果實都已經成熟 那像這兩顆就是成熟 自己掉在地上 那已經因為有套袋了 所以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切開 然後拿湯匙挖吃 那再來這個什麼新園區的水蜜桃 一樣喔 非常多的金龜子 把那個紙袋給咬破 然後跑進去啃食 所以有三顆很大顆的水蜜桃呢 被咬破 然後袋子被咬破 然後被啃食掉 很可惜 所以呢我就 就現場也摘了幾顆喔 已經快熟了 這個其實也可以脆脆的吃 脆脆的吃 它風味也是很好的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那個五花果 那這一瓶五花果呢 什麼品種我不清楚 等一下一樣切開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從 先從五花果 開始切開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吃這個五花果 這五花果 這一款喔 五花果 不會很大顆 不過這一款五花果還蠻甜的 而且我記得這一款的五花果裡面 空隙不大 所以蠻蠻飽滿的 我們把它切開看看 好有沒有就是它裡面呢 空隙 不會有什麼空隙都很飽滿 那因為剛摘回來 所以它密化還不是很完整 還不是很完整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吃看看 吃看看來 很好吃 那如果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可以密化個一兩天喔 會更好 這個五花果 好 等一下我先各自都試吃完之後 我這個 這個就開放給家人享用 那再來 我們切一顆 玉盒包 給各位看 切開 因為玉盒包的種子比較小 好我們切開 切開再吃看看 這個魚盒包切麵 把它種子比較小一點 好那吃一下 玉盒包酸酸甜甜的 非常非常的 美味啊 嗯 非常好吃 如果能夠克服它的一個荔枝春相的話 一定會更好 嗯 好吃 接下來吃 水蜜桃 那這顆水蜜桃 稍微剛剛 因為袋子有破了 所以一些小 小昆蟲呢 跑進去 所以這邊我稍微把它切開 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異樣 看一下 喔有 因為袋子破了 裡面有那個 來對焦一下 有這邊 有果蠅的那個幼蟲 你可能 這個鏡頭可能沒有辦法拍出來 所以呢我們把這部分切掉 這部分切掉 那很可惜喔 他這裡這裡好像也有 這裡 我們這裡也切開看看 看一下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一顆水蜜桃呢 就 被果蠅叮了之後 他部分的地方 我就開始 會開始 腐爛掉 好沒關係這樣還是可以吃 我吃給各位看一下 水蜜桃就 兩個是 香 甜 嗯香甜 就是我們自己種的水果 都沒有灑農藥 然後最近呢 有那個頻道裡面的前輩喔 有跟我們講喔 他說 呃不是沒有灑農藥 就 沒有毒或是什麼 那我們當然我們知道 因為世界上還是 還是有很多的一些 那個細菌啊 或者一些 一些 嗯 害蟲 有時候我們會吃到 那不 至少我們不是吃到化學物 嗯 這就是 水蜜桃 好 接下來中熟系啊 好 接下來我就是要來 今天主要還是要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 白絲冰淇淋 因為白絲冰淇淋果呢 這時間點 你看這顆這麼大顆 這是水蜜桃 白絲冰淇淋果 非常大顆 而且顏色 非常的漂亮 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稍微有被 叮到 我把它挖掉 看一下 OK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先來把它皮削一下 來我把這個拿掉 剛剛這個水蜜桃有點可惜 我把這個皮削在裡面 這個如果把它冰一冰喔 其實不可以不用削皮 冰冰之後 然後稍微用 冷水沖下去 然後用手 捏捏這個水果 這個皮就自然脫落 那自然脫落之後 就放在碗裡面 拿個湯匙 開始 開始就可以吃了 它就是 很天然 最天然的一個 冰淇淋 那我們樹上呢 還有非常的多 有些還蠻大顆的 那應該是這個 這個禮拜應該採摘一些 然後讓它厚熟 然後再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冰凍 然後就可以吃一整年 量夠的話 好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我拿個衛生紙 好接下來拿著湯匙 巧克力冰淇淋果 不是啦 那個冰淇淋 冰淇淋果 白色 哇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肯定有非常多人沒吃過 非常好吃 不過這個我之前講過 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種子蠻大的 種子大是它的缺點 然後有一些品種是 他說是膠和啦 那膠和的品種 我覺得 個人覺得它可能是因為 瘦粉不良的問題 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我們當初種的時候 還沒找到瘦粉枝條的時候 它果實不會長大 而且每一顆都是膠和 它現在因為有瘦粉枝條 它果實會長大 它的種子非常的大 嗯 很香甜 好啦我慢慢享用 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原子裡面這些水果 就是下班之後呢 到原子裡面去採摘 那就採了一些當飯後的水果 好吃 我們下次見囉 趕快把它吃一吃 掰掰